蚊皮文日記 歡迎回到蚊皮文日記 那今天呢我要來拍一個全新的企劃 叫做老屋翻新 對 我們家在今年五月多的時候呢 入手了一間五十年的老房子 就是一個非常古灰級的老房子 那這系列的影片呢 我就想要來完整的記錄一下 我們翻新這個老屋的過程 那如果你對老屋翻新這個主題 也有興趣的話 或者是說你也有老屋翻新的需求 那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應該有一些人知道 我有在經營一個烘焙的IG 叫做蚊皮文廚房 那如果你還沒有追蹤的話 可以按上面追蹤喔 那因為我平常都是會拍這些 烘焙紀錄的影片 那這個老屋裡面的空間呢 之後就會當作我拍攝影片的工作室來使用這樣 那這個房子呢 它是在公寓的一樓 那它裡面的五框 現在其實是非常糟糕的 就是沒有經過整理的 那我們會買這個房子的原因 其實主要就是買它的地點 它離我們家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不行一百五十公尺就會到了 就是你用衝刺的大概三十秒就會到的距離這樣 那這一集呢 我就先來帶大家去看一下這個老屋目前的現況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目前畫的3D圖 以及我們之後想要把它改造成什麼樣的風格跟樣子 那我們就先前往我們的案發現場吧 Go! 那我們先看一下平面圖 那它室內可以使用的坪數大約是25坪左右 那目前它是被隔成三房兩廳的狀態 大門一進來呢是客廳 那它的牆壁是貼瓷磚的 上面天花板是做青鋼架 那這之後我們都會換行 再來往前進來是一個小客廳 也都是貼壁磚 然後底下有木地板架高 這房子的木桌真的非常的多 再來往前就是一個走道 左右兩邊呢是房間 右邊第一間卧室 除了地板架高之外 很特別的是 它上面的天花板做了一個很壓迫的儲藏空間 每個來看過的人都會說 欸裡面會不會有金銀財寶啊 可惜是沒有 因為裡面我們只有挖出老人有的福具這樣 再來我們就是到對面這間卧室 也是因為地板架高還有天花板 所以整體的空間是非常壓迫的 之後我們都會全部打掉 再來是最後一間卧室 這間來看房的時候真的是非常的驚訝 因為媽媽說這是他們小時候才會有的木座閣樓 右邊這兩間房間我們之後都會把它打掉 變成我們開放式廚房的空間 然後到最後面這邊呢是它原有的廚房 也是非常的有歷史 這個應該之後會改成儲藏室 再來就是非常迷你的一個浴室加廁所 這之後我們也都是會重新的做改裝的 這間房子的現況大概就是長這樣 那之後我們就會先把裡面的家具全部都清運掉之後 再把裡面的木座啊瓷磚啊隔間全部都打掉 重新裝修過 那我們預計就是外面它現有的客廳 我們就會把它改造成車庫 然後裡面呢就是會隔一間房間 然後兩間廁所一個儲藏室 然後其他的空間全部都留給廚房以及客廳 因為我們這個空間是要拿來當工作室使用的嘛 所以公共的空間會比較大 那我們這一次的裝修呢是沒有找設計師的 我們就是自己一同包 那我就是有先用了線上軟體自己先畫了3D圖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現在的設計 好那這就是我目前畫的3D圖 裡面這裡就是車庫 然後大門的話是在這裡 那我們就從大門這邊進去 好可以看到這裡就是因為瑩瑩這邊有一個大的窗戶嘛 然後我旁邊就想要放一個咖啡桌 就是之後可以在這邊拍成品照啊 或者是在這邊喝咖啡之類的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的客廳 就是小小的有沙發跟電視這樣 然後這邊轉進來呢 這邊就是有放一個矮櫃 好上面就是想要掛衣服畫這樣 就是一個小小的一個舒適的空間 好這邊房間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我們先來看就是我們的重點就是 我這個很大的開放式的廚房這樣 那整體廚房的空間就是分兩邊 左邊這邊我們就會做一整排的電氣櫃 就是放我的烤箱啊 或是各種的就是烘焙的電氣這樣 那上面呢就是因為我不想要整體的空間這麼壓迫 而且我們就是遇到線 所以我們上面就是沒有做上櫃 我們就想要做就是開放式的成板這樣 然後我們這個房子比較特別的是 就這邊兩個是柱子 然後上面是有兩個樑的 到時候會再跟就是可能木工師傅溝通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就是做這種包樑的感覺這樣 但是現在就是我目前想像的整體 就是要等到之後跟木工師傅溝通 然後還要就是考量到預算才可以做最後決定 那右邊這邊呢就是L型的流理台 那我們也是沒有做上櫃的 上面呢也是一樣做開放式的成板 那中間呢就是一個很大的中島 就是為了我拍片的需求 就是我可以有比較開闊的空間 放我的燈具啊或者是架相機等等的 就不會像現在在家裡拍片可能空間比較狹小 整體的空間就會變得很卡 左右兩邊的走道都是做的滿寬敞 就是可以兩個人走過就是不會很擠這樣 好那中島旁邊呢我就是放了一個餐桌 之後我可以就是在這邊用電腦剪片 或是就是吃飯等等的就是一個滿多元性的空間這樣 好右邊這邊呢就是剛剛講的流理台嘛 那我們的牆面呢就是沒有用烤漆玻璃 因為我比較喜歡磁磚呈現出來的樣子 但我知道就很多人都會說尺寸非常的難清理啊 烤漆玻璃比較好清理 但我覺得這就是個人取向個人偏好啦 那右邊這邊的櫥櫃呢就是平台 然後接我們的洗手槽 那洗手槽的寬度我們也是有做滿寬的 之後就是洗鍋子的時候比較不會卡 然後這邊也設計呢洗碗機的位置 因為每次拍完一部片 要洗的東西真的非常非常多 那有洗碗機的話呢就是可以讓我拍片 也是比較有效率啦 那再過來呢這邊就是L型的轉角 這邊就是放置我們的IH爐 好那再來我們就進來房間 房間呢就是沒有特別的大 因為我們大多數的空間都給留給外面了 那就是簡簡單單的一個套房 然後這邊就是雙人床 然後左右兩邊就是有一個小的床頭櫃 然後這邊呢就是房間裡面的衛浴 就是一個乾絲分離的設計 好那往這邊看的角度是長這樣 好那我們就再往後面走 後面這邊呢就是我們的客用衛浴跟儲藏室 雖然我們空間很小 但是我還是希望可以做兩間浴室 所以就是再怎麼樣也擠出一個小小的空間給這個客用衛浴 那這間浴室就比較簡單 它就是一個馬桶 跟一個很小很小的洗手台這樣 就是之後不會有搶浴室的狀況發生 好那這邊就是儲藏室的空間啦 就是留給媽媽可能她需要放一些用不到的東西 或是行李箱啊等等就比較大型 我們家目前放不下的東西這樣 好那整體的設計大概就是長這樣 那我也不知道之後做出來會不會像我們設計圖畫的一樣這種完美 但裝潢這件事情呢其實就真的是走一步算一步啦 等到之後裝修完畢之後呢 就再來見真章跟大家分享 好那這一集呢就是一個前情提要的感覺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間房子的現況 以及我們預計想要設計的樣子 那如果你也喜歡這系列的影片呢 不要忘記幫我點一個喜歡 那如果你對於老巫翻新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那最重要的不要忘記幫我訂閱頑皮文日記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